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有人瞄准着商机要做你的餐饮开店顾问 不管你就想要来做乍物相关的咸酥鸡 或是早餐店的早餐监台 还有西式的这种锅炉 甚至中式的餐具 从设备开始先帮你做一条龙补物 大家都想创业当老板 但根据资料显示 开餐厅学业的比例几乎是平均值得两倍 有人脑筋冻得快 直接开个餐饮补习班 让你少走有网路 我们用餐车来取代 所谓的装潢 就是我们把 像譬如假设我们开早餐店好了 早餐店正常会有一个砖角 或是阿姨那边煎火腿 煎汉堡煎蛋 但如果我们把那一个区域整个用 成一个像餐车造型的 把所有的监台设备放进去 等于说可能在一个礼拜内 就可以直接开始营业 讲到餐饮生意经头头是道 七年级生的魏昭宁 现在是两家店的老板之外 还要把自己的成功经验 传承给想创业的人 大家很过关的人 就是自己摸索 跌倒 赔钱 但他撑过了 撑过之后他就开始 可以获利赚钱 大部分都死在前面 为了如此深刻感受 就是因为六年前 懵懂跨入餐饮业 深刻感受到 对于没有经验的人 想要成立自己的餐饮事业 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 希望他不要走冤枉路而已 就是你早上开宝 我不能保证你一定赚钱 但会赔钱的事情 我尽量希望你不要发生 他登高一呼 跟朋友携手打造餐饮补习班 提供给所有 想开店创业的人 以正式服务 我觉得这个配菜 就是蛮适合女生吃的 味道比较清爽 不会有力 我觉得蛮适合在 就是办公室那一块区 有厨师朋友 一同研发菜色 做到把资源极大化 包含产品规划 财务分析 店该开在哪 东西哪里摆 室内装修到开店经营 各种疑难杂症 帮你解决 更帮你圆梦 帮他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你想开一间 举例 你想开一间拉面店 那拉面店 你要怎样的汤头 怎样的面条 我们就帮你去 快速找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大分有比你更 累积更久的经验跟资源 白色景约风格 有着浓浓的文青风 这间卖咸酥鸡的网红店 就是他们补习班的第一个 成功作品 新鲜苹果裹上独门配方 下锅油炸 炸好了苹果 撒上肉桂粉 一口咬下超多汁 香甜滋味 一试成主顾 不只店面设计独特 就连菜单都很创新 打苹果拿来炸 这是当初客户 跟他们讨论之后 打造出的独门料理 其实我们最早是参考澳洲 有人在吃大苹果 我们心中想要呈现的口味 可能比较像也许是像苹果派 新开店的人不像过往有经验 然后旧的方式找固定就要买 而是卖的人也在想新的方式去卖 所以这两边的东西需要个桥梁 但成功绝非一蹴可击 想当年是抱着连房子 都可能没的决心 一头栽入餐饮业 没有什么 就是大不了的房子没有 就这样 出生之徒不畏虎 拿着房子去抵押 有这样的决心 是因为受到 雙亲相继临世的莫大冲击 明白没有任何事情 会比失去亲人更让人无助 让他坦然面对一切困境 明星都会倒 你倒都合理 面对开店失败的人 给了忠心的禁言 我只好看到问题把它解决 那问题之后他愿意解决 大多数的客户会回到就是少赔 可是你要重新再赚到的时候 基本上我认为 还是有天时地利人和 听起来老派的天时地利人和 却是成功的博尔法门 天时地利我们无法控制 现在还要用可控的人和 让想创业的人 李成功更靠近一点